他偷偷地舒了一口气 低下头生怕被人看到他脸颊飞红 这一幕被沙发上坐着的池景晨 尽收眼底 他皎洁的小丹凤眼 眨怕了一下 心情一下子好多了 他还以为他需要费心地撮合一番呢 没想到陆陆老师已经脸红了 看来隔壁老王的魅力挺大的嘛 这种光是看别人一眼 就能勾引人的男人 绝对不适合他家女人 丽北绝还不知道 他在这里帮池景晨撑腰 池景晨已经打定主意 要把他这个危险的皮球 给踹得远远的 他要是知道了 铁定不会先在外人面前护着小家伙 绝对是先揍的小家伙 屁股开花 这个时候 周如已经拨通了 他在市郊宇局当副局长的舅舅的电话 电话嘟嘟响了两声后 立刻接了起来 他还是第一次打舅舅的电话 这么快就接通了的 虽然惊诧一向忙碌的舅舅 怎么这一次接电话接得这么快 但他还是调整了语调 半套好半套近乎地说 喂 三舅舅吗 是我 小如 小如 是教育局的副局长错愕至极 马上问他 怎么是你 你在哪儿 你拿着谁的手机 他家老是打秋风的亲戚 怎么会拿着力哨的手机 来给他打电话 难道攀上高枝了 可是他这个侄女 除了爱吹牛炫耀之外 蠢笨不堪 怎么可能攀上力哨 周如不知道他在想这个 他以为人家是关心他呢 本来只有三分的底气 一下子变成了十分 他委屈地顺势告状 三舅舅 我和你的侄孙子在幼儿园呢 我们家梁青快被人给欺负死了 他们幼儿园有一个小孩 打了我们家梁青 把我们家梁青的身上 打得没一块好肉不说 幼儿园的那个老师 还满不讲道理 非要说是我们家梁青先骂人 人家才打梁青的 可是我刚刚问了孩子 孩子说没有骂过人 你说他们幼儿园 是不是欺负人呢 我都说了我是您的侄女 他们还这么欺负我们 这不是看不起您吗 对了 还有那个打人的孩子的家长 不止不给我道歉 还让我给他道歉 真是欺人太甚了 三舅舅 你可得帮我讨个公道啊 市教育局的副局长 才不在乎他有什么破事 他现在就想弄明白一件事 你用的手机是谁的 周如还不太明白 大难临头了 无知的说 就是那个打人的孩子的家长啊 我说我是您的侄女 他把手机丢给我 就让我给您打电话 还说他根本就不怕您 您不过就是一个区区 市教育局的副局长 又不是局长 算老几 三舅舅平生最大的痛脚就是 一直没能从负的 转成为正的 所以只要谁一提到这个点 他准会生气 周如故意搬弄是非 就是想要把他惹生气 好帮自己出头 徐露露气愤至极 在旁边大声地说 良青妈妈 你怎么能乱说呢 吃景晨的家长 人家根本就没有那么说 你这是撒谎 当着孩子的面 你这么撒谎真的好吗 怪不得良青明明做过的事情 转眼就不肯承认了 周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捂着手机听筒 就在这时 手机那一头的男人总算是说话了 而且的确是大发雷霆了 不过 不是周如想的那样 他的声音几乎可以用 跳起来的怒吼来形容 周如 我跟你说 你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道歉 三舅舅 你头晕了吧 我道歉 不是让别人给我道歉吗 你还想让别人给你道歉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啊 你真以为 你是动物园里的星星 谁看到你 都要给你笑一个 我警告你 你立刻去道歉 务必让别人原谅你 周如傻眼了 三舅舅 你不帮自家人就算了 你怎么还帮着外人呢你 我不去 我跟我妈说去 你跟我妈说都没用 他怎么有这么 纯笨如猪的亲戚呢 市教育局副局长 都快要被他给气得心脏病突发了 他抛出杀手锏 你不道歉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不道歉 你老公 还有你那些三姑六婆 通通给我从教育局下岗 还有 你家的印刷生意也不用做了 我们教育局用不起你们公司的东西 我也没有你这个侄女 我们两家立刻断绝关系 以后不要再来往了 你也别在外面说 我和你认识 他这个话说得太重了 重得周如都觉得自己是幻听了 什么情况啊 三舅舅要跟他们家断绝关系 还要把他的老公和老公家里的亲戚 全部从教育局赶出去 甚至连生意都不让他做了 三舅舅是疯了吧 周如有一点慌了 他心不甘情不愿地低头 我道歉 我道歉还不行吗 三舅舅 您别生气了 少来这一套 我跟你说 周如 我知道你的脾气 你要是道歉的时候阴阳怪气 作脸作色的 还是我刚刚说过的那些话 我不会轻易放过你 三舅舅真的没疯吗 周如张了张嘴 都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我知道了 市教育局的副局长还是不放心 在挂电话之前又补充了一句 不行 我马上过去一趟 你给我好好道歉 听到没有 要是等我过来了 听到你给我耍滑头 我打断你的腿 周如脸上一阵青一阵黑 还有一阵红 反正脸上的颜色精彩极了 因为憋得太用力 脸上的粉扑扑地往下掉 跟天女散花似的 三舅舅 你真的是我三舅舅 该不会我打错电话了吧 你不是打错电话了 你是拿错手机了 说着 那一头把手机挂断了 嘟嘟嘟嘟的短线声响起 周如干巴巴地把握着手机的手放了下来 尴尬极了 什么叫做他不是打错了电话 是拿错了手机 三舅舅的意思该不会是说 他没用自己的手机打 可电话不是打通了就可以了吗 管他用谁的手机打呢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用谁的手机打这通电话 有什么重要的 他再想不通最后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干巴巴地转过身来 面对利北爵和徐露露 中文字幕哲学院 比评中文字幕 最后翻译 一些点 可以读得更多